观众朋友们晚安 欢迎持续加入十点不一样 我是谭一伦 持续带你掌握乌克兰最新情势 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稍早传出巨大爆炸声 疑似又是遭到俄军的攻击 因为前一天俄罗斯再次锁定了 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飞弹袭击 而这个时间点就在德国跟美国相继宣布 军援乌克兰重型坦克之后 那目前无妨统计 俄军总共发射了是55枚飞弹 虽然其中47枚被击握 但还是在乌克兰各地造成11人死亡 乌东巴赫姆特烟消四起 炮火声之外 俄军就藏在不远的地方 光是大白天就能感受激烈战况到了夜晚 乌军也成功锁定俄军阵地展开一波攻击 俄罗斯执着于巴赫姆特 不只派出大量瓦格纳佣兵 神秘大楼内还有特种部队狙击手锁定秒准 瓦格纳佣兵吹捧战机 代价救世牺牲大量兵力 俄罗斯南部一处地区还出现多道数不清的临时墓碑 为了报复西方园武主战坦克 俄罗斯周四一口气对基辅等地发射55枚的飞弹 尽管乌军表示拦截了47枚 仍有炮弹击中冥宅 釀成死伤 西方国家坚定停屋 现在连加拿大都跟进 原屋四辆豹二坦克车 而德国方面也决定加快时间表 表示最快这个时间 能让坦克到位 等于准备其剩不到十个礼拜 挑战真的很大 俄罗斯报纸头版几乎都在横酸西方坦克军援 但民众反应似乎不太热烈 反倒是德国的民众出现两极话声音 担心卷入战争 但对乌克兰而言确实因为坦克军援 士气大正乌国防长加码喊话 希望下个目标是拿到F-16先进战机 只是老话一句训练挑战才是难题 不过乌克兰确定可以竞速到手澳洲自制的巨腹蛇轮行装甲运兵车 澳洲总理周五亲自参观工厂 却被问及二网赛事前球王乔科维奇的父亲与普京知识者合照的话题 西方社会在各个场合坚定挺污 只剩普京一人还坚持打这场失出无名的战争 相比德国提供的豹二战车 美国军援的M1战车耗油量其实非常高 只要出现一个状况就会让M1战车变得无用武之地 更多的分析要请教资深记者张雨昕 最早是由英国开始宣布要提供挑战者二型这样子的主战车 14辆给乌克兰 接着西方国家就陆陆续续都表态愿意提供了 包括德国它的报二战车 德国本身要提供14辆 另外其他使用报二战车的欧洲国家 包括了波兰 挪威 荷兰跟葡萄牙加起来 现在预估乌克兰会获得超过80辆的报二战车 而美国的部分他们也愿意提供M1主战车 这个M1主战车其实是在波安战争的时候首度实战的 还有几个特色 包括了杀伤力强有韧性 而且速度很快 是美军的主力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都有建功 但是军事专家是这样看的 他们认为说乌克兰拿到M1战车之后 有几个问题 包括这个战车有巨大的油耗 维修复杂 后勤补给更是重要 因为以美军为例 58辆M1战车组成的战车 已经背后其实要有数十辆的支援车 还有数百名的官兵 才能维持这个单位的正常运作 因此未来乌克兰拿到M1战车之后 包括了燃料 弹药 还有各种备用零件 怎么样来做后勤补给 都是相当重要的 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否则只有战车的话 在战场上是撑不久的 乌军承认撤离乌东的苏勒达尔 这也是俄军打了半年败仗之后 首船捷报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由 瓦格纳佣兵集团的禁军 瓦格纳集团的创办人是他 普里格金 他也是普清的密友 过去这集团也一直活跃于 像是叙利亚 中非共和国 苏丹等地 不过最新美方也发现 中国的这间公司 涉嫌提供乌克兰卫星图像 给瓦格纳佣兵集团 因此美方也对这间公司实施制裁 也正式将瓦格纳集团 认定为跨国的犯罪组织 直升机战斗机接连起飞 发射炮弹演练空中作战 而在大西洋这边 俄罗斯巡防舰演习 用电脑模拟发射告石 极音速飞弹 从空中到海上 俄罗斯天天都有军业新影片 回到克林姆林宫 二战大屠杀纪念日前一天 26号普京先办纪念活动 普京这番发言 完全无视 手下军队在乌克兰的暴行 尤其是活跃无动战场的 俄罗斯佣兵集团 被控犯下红束战争罪 瓦格纳三个字早就陌生 二无开战前2021年 瓦格纳已经深入至少27个国家 包括伊比亚 独裁政府或武装势力 用钻石黄金和石油 换取瓦格纳武力支援 不只帮忙练兵作战 烧杀磨掠 掠在平民 瓦格纳都定做 表面上是私人组织 其实都在帮俄罗斯扩张台面下 外交和军事势力 包括去年年底 北韩提供俄军武器 也由瓦格纳主导 俄乌战争即将满一年 瓦格纳全市水涨船高 似乎比克工更能决定 擅长动态 但普京也不能没有 这个佣兵敌团 瓦格纳本身问题也很大 一位叛逃到挪威的前指挥官 透过律师描述残忍现况 毕竟手下士兵多数不是职业军人 美国情报推估 瓦格纳开战以来招募四万囚犯上战场 路透社调查发现 俄罗斯西南部有一处坟场 短短两个月埋下200瓦格纳佣兵 比对法院资料 确认至少39具遗体身份 不是谋杀罪坐牢 就是强盗犯 美国和德国相继军员乌克兰 主力战车之后 各方评估乌克兰下一个目标 是希望获得美国F16战机 为什么呢 更多内幕持续请教允锡 美国提根委乌克兰的M1战车 预计是不会在今年的时候交付的 外界认为说 这是不是一个障眼法 要让德国先来提供暴鳄主战车 主要还是 大家还记得吗 在乌尔开战初期 西方国家的态度是 原污的武器要以防守为先 现在来看 美国的立场似乎是改变了 而这个M1战车 除了刚刚提到的后勤补给很重要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使用的是喷射引擎 维修比较困难 另外它使用的是航空煤油 还有个重点 是美国本土的M1战车 有使用平化油 这个是美国的国防机密 美国输出到其他海外国家的M1战车 基本上是没有使用这项技术的 因此乌克兰获得的M1战车 要么就是新生产的 要么就是美国现役的战车来做改装 因此才会说今年应该乌克兰是不会拿到 而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提供 泽伦斯基一直想要的第四代战机呢 第四代战机在美国来说就是F-16了 荷兰他们已经提到了 原污提供F-16 他们采取的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甚至乌克兰的空军 他都说人已经去美国受训了 钱也已经拨了 还提到有六个月的受训期 接下来可能就会投入战场 不过针对这一点 美国方面包括美国国防部 还有美国的空军都是没有证实的 其实在德国 美国相继军援乌克兰主力战车之前 英国也早就宣布 将提供挑战者二型坦克给乌克兰 最新给出的交付时间就在三月底 三个国家的军援行动 有专家分析 险见西方盟友 希望帮助乌克兰 在今年开始采取速战速决的反攻战略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琴也声称 今年会继续接收先进的 亚尔斯洲际飞弹系统 同时海基型的高石超高音速飞弹 也会服役加入战斗 华上军旗高呼万岁 瓦格纳佣兵集团 在一床废切的建筑物高楼 揮起呐喊 对外宣称赢得这场 号称俄乌开战以来 最血腥战斗的胜利 集团寡头也是创办人的普里哥任 更倾覆前线 表扬有功人员 依然扬小舌足处 无法复制作手 向他们担다는。 厉害的战争处于运动避免。 决定,准备的战争处, slave战争处, 顶部活动也在马上ward。 执政战争处于敌免,一面。 虽然ự战争处一面的大部分, 甚至在这 Stalin部和北kal国陆的美国, 防御方式状况,香港人全是威武威武威武威力的和其他一些威武威力的保障。 我們在禁止。 我們無法反折,完全遭遇見。 我们永远,你所知道的视频,从计划划,我们永远都觉得这个国家伙伴。 而我们永远都认为中国人叢叢叢。 但是,这现象的正在做厉害,我们社会社会价格, 但不能成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反正。 是变成政策是另一个国家,另一国家, 一直向我们的练习制止。 普京的温情喊话 显然不被乌克兰前线官兵所接受 只不过这支部队的装备 确实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 被迫使用1950年代 前苏联制造的S60高尸炮 作为打击对方装甲部队的主要武器 阿公吉的老高炮虽然堪用 但是西方阵营却想要尽早结束战争 因此美国和德国接连宣布 将援助乌克兰包括布莱德利 部战车和雕属装甲车 尤其英国更同意提供一个连的挑战者2坦克 强化乌克兰的地面战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辛斩钉截铁地表示 2023年 俄军会不断提升战备部队的实力 另一方面 根据乌克兰军情单位的资料显示 俄军再度和白俄罗斯展开军事演习 研判克林姆林宫试图借由演习之变 把白俄罗斯当成对基辅发动新一波军事入侵的跳板 尽管目前暂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 这项情报判读的准确性 但是西方源源不断提供乌克兰各方面的军事援助 不但加深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 也难保普清不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继续对乌克兰施压 TVBS新闻综合报道